哈喽大家好 520的礼物都挑好了吗 别着急 可以尝试亲自为它做一份 简单美味清新又甜蜜的 纯素芒果糯米饭 一人份大概一杯米 160克左右 先用清水淘洗干净 沥干水分加入清水提前浸泡3小时 想要快一点的话 就用热水浸泡一个半小时 锅中倒入200毫升的椰浆 加入两勺白糖 小半勺盐 开小火轻轻搅拌 让盐和糖都慢慢融化 融化后我们放在一旁备用 泡好的糯米沥干水分 倒入电瓣锅内 再加入我们刚刚调食好的椰浆 椰浆可以保留一两勺 我们待会装饰用 把糯米稍微搅拌均匀 放入电瓣包 按我们平时煮饭一样煮就可以了 做好的糯米饭我们把它盛出来 放入碗中可以稍微的压一压 然后我们把它倒扣在盘中 大芒果洗干净 我们切一片厚厚的芒果肉出来 然后我们取一个大一点的勺子 像我这样把芒果整一个的把它炫出来 然后我们把芒果切厚片 装入盘中 随后用我们保留的椰浆 稍微的装碎一下 我们这一道简单美味又甜蜜的 纯素芒果糯米饭就做好了 喜欢的话记得做给心爱的他 试一下哦 如果还没有那个他 那一定要做给亲爱的自己 好了本次分享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拜拜